對,我正在移動了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搬到香港了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一個我在香港找房子 從零不知道一個能夠睡一晚好覺的過程記錄 我只能說它是一個long long story but I gotta say 好不想說喔 ok but for real though, jokes aside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Hey guys, it's Cynthia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其實是在一個飯店旅館 那因為我剛來還沒有地方住 所以我就是先暫時住在旅館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在這幾天 就是去找了一些房子啊什麼的 我實在是沒有很清楚說 在香港應該要住哪個區域比較安全啊 或是房價比較合理啊 你知道我只知道銅鑼灣 然後中環上環 然後尖沙嘴這樣子而已 綜合了一些我香港朋友跟我堂姐的建議之後 我就最後選擇是在港島縣上面的其中一站 還蠻幸運的 因為我其實總共只看了一次房子 我就找到我自己覺得是 天啊很棒耶的地方 首先第一間呢是我第一個在竹物網上面看到的 它的格局一點點算是分開 但是又算是一個studio一個開放式的 採光是不錯 然後地方我覺得一個人住也夠 但是就想說欸好那我們還是再看下一間好了 其實我看太多間 我現在已經忘記什麼是第二間什麼第三間 但是總之二跟三我都覺得它格局上面稍微有一點奇怪 然後可能置物的空間 我覺得長得有點醜啦 這樣老實話 但是一個人住也是很足夠的這樣 第四間是我至今來過看過 欸覺得最滿意的一間 它整體的採光也比較好 然後價格也稍微比前面幾間再便宜一點點 然後我就本來想說啊是不是就這一間了 直到我的房中又帶我到了一個新的物件 那這個呢算是真的非常非常新的大樓 所以裡面的設施就是完全是真的很新很新的 所以我就看了幾間不同的位置跟它的那個格局 那最後呢就settle下來說我想要這一間這樣 在這個大樓裡面呢我有看了一房一廳還有studio 兩個不一樣格式的房子 我個人覺得studio的話是比較符合我一個人的需求 它該附的家具有一個小廚房什麼其實都有啦 一房一廳的話呢價格來說對我來說有一點高 以及我好像不需要這麼多的空間 因為如果是你知道一個人好像也沒有需要去享受到那個 你知道有客廳有電視這件事情 反正現在誰還在看電視啊大家都看YouTube嘛對不對 就是你現在在做的事情吧 接下來就是開始要跟房仲談價錢 那一開始他們當然就是說什麼可以negotiable啊 就是可以在討論啊blahblah 但是等我提出我的offer的時候 他們又說啊不行啊 就是你知道嗎就是談生意就是這樣 就是我很不會去跟人家談判 然後我也不喜歡跟人家去整什麼東西 對 那後來就是有一點就是要跟我講說 喔其實你跳這物件本身的價格就已經比較低啦 然後blahblah 我就想說其實我也不是只有這一間可以選嘛 我其實還有大概四天的時間可以找房子 隔天我的房仲就有一點小小的讓步 然後他就說好那我幫你找這個格局的房子 就是你知道他不是有什麼單位 ALBCDE 他說我幫你找這個單位的 但是不同樓層的屋主 然後看有誰可以接受你提出的這個價錢這樣 他一開始跟我說 欸我幫你問問看如果少500港幣可不可以 然後結果後來就說喔有match到一個 所以我當天就是其實就是我第一次看那個房子的隔天 我又再去了一次 當下我就直接付了訂金 然後約定是明天我要去拿我的鑰匙 以上大概就是我這次在香港找房子的一個小故事 好吧那大概就先這樣 因為我手很痠 口很渴 明天見掰掰 Good morning guys 現在我呢我準備要去我的新 apartment 就是簽約然後拿鑰匙 順便把我的就是大部分 因為我這次來其實沒有帶很多東西 就是大部分的行李就是帶過去 Anyway Let's go 謝謝姐姐我們成功的簽到終於了 YA 好我們現在有什麼任務呢 先換密碼鑰匙 現在呢這個公寓就是空空如也 然後房東送了一個Dyson的吸塵器 可能覺得我很需要吸塵吧 有夠複雜 修入主密碼 主密碼鑰匙 你剛剛給你的啊那個2的啊 兩個不會換密碼鑰匙的人 怎麼會覺得好像是從裡面改啊 好慢喔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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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團瞎下的成員公司或其他人士 包括第三個 謝謝您耐心聆聽 愛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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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是3月30號 也就是我第一天正式要住到我自己的空間的日子 因為這個空間是全新的 就是我是第一個住戶 所以它裡面 沒錯就是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大概還要在等5天的時間家具才會來 所以我在這之前我就是要睡睡袋 網路的話也是要過兩三天才會來安裝 所以現在裡面就是沒有網路了 昨天已經去過一次IKEA 然後訂了一個床架 一個衣櫃 還有就是買一些生活日用品 然後我剛剛又再去了一次 又有一些佔力品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兩天在IKEA買了什麼 兩個枕頭 浴室的腳踏墊 這個 鍋子來的 收納的封口夾 筷子 殘局 鐵的衣架 隔熱墊 開瓶器 平底鍋 刀子 床單跟枕頭套 砧板 角度 洗臉毛巾 擦手巾 洗我的家具就可以趕快來 我真的很想睡在床上 嗨 大家如果現在聽到很多雜音的話 因為我在洗衣服 然後床屋外面也很吵 今天是4月4號 也就是我的家具 終於要來到我這個空間的日子 我有床了 好重喔 我真的是白癡 我以為我買了那個貝單 我一定是真的白癡 因為我要說的不是貝單 是床單 結果 它不是貝單 床單 所以表示我今天還要睡在一個純白的 喔 煩喔 我買了枕頭套跟背套 然後我沒有被子 Anyway 至少我現在是有床的了 喔 開心 哇 感覺離正常的生活 又邁進了一步 正常實話我會 我如果要自己裝 我大概會裝個 就是到天皇地老 是真的 嘿 嗨 嗨 今天是4月5號 對 清明節 然後很開心的 我的房間終於有點像樣 就是 該買的其實都買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就是剩一些 Decoration的部分 那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在台灣的Room Tour 就是我一個區域 就是全部都是Polaroid 就是這些 拍立的 那我的衣櫃現在是因為面向那邊 所以它這一塊就是比較Plan一點 所以我打算 就把這邊裝飾成我的一個小小的 Memory Wall 我用的不是膠帶 是這種黏土 Let's do it We could be alone together I never really thought you'd be my crush You had me wrapped up in your touch and I found there was no substitute But way back when there was no rush We were scared we care too much 那我的Polaroid現在不夠多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小一塊 不過 等著時間的增長 希望它可以一整面都填滿 哇 好白喔 我會不會太大聲 好 好 Go 欸你的反應怎麼這麼冷淡啊 太晚了 耶耶耶耶 Woo It's very clean I like it Hi guys 那我在這邊想跟大家分享 這次在香港找房子 從零到現在這邊有一個apartment 就是從這過程中 我學到了幾個經驗分享 那大家可能是租房經驗非常豐富的人 但是 因為我其實沒有在亞洲自己租過房子 所以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體驗 第一 在香港租房子要怎麼決定你的地點呢 香港有分兩個 一個是九龍 一個是香港島 九龍的話 它是它的腹地會比較大一點 就是你居住的空間也會比較大 香港島的話 整體來說它的房屋會比較新一點 但是它相對來說價格高 然後空間也比較小 那這個當然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不過我大部分的朋友其實都住在九龍 所以我這次住在港島也算是 嗯 就我自己私心想要住在港島啦 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就是 我不確定在台灣的房屋仲介費要付多少 但是我來之前其實我是不知道這個東西的 所以在香港這邊 如果你找的是房屋仲介的話 你需要付半個月的房租 作為一次性的仲介費 香港這邊除了一種叫做 服務室住宅 叫Surface apartment之外 其實大部分所有的房屋都會是兩年約 一年叫做死約 然後一年叫活約 等於你每一個住約都會一定要住滿12到13個月 然後你才可以提出說你要不要繼續住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如果是短期 可能六個月八個月來香港出差的話 通常都會選擇住在服務室住宅 因為這邊就是bimonthly的付費 所以形式上面比較彈性一點 但是價格也高很多 再來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 香港這邊的家具通常大部分都要等到一周以上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要在這邊租了一個 裡面沒有床的房子的話 就是要細膩準備說 你可能要先買個睡袋 或什麼先睡在地板上 一個禮拜左右 最後呢想要address一點 就是香港其實真的房價非常的貴 我家一個310的studio 其實幾乎就等於我在美國兩房一廳的價錢了 你就知道這個房價有多可怕 這邊絕對不是你在香港可以找到最便宜的房子 只是我覺得每個人對於生活的優先順序會不太一樣 像我個人會比較注重住的地方 所以我在住上面就會願意花比較多的錢在上面 那可能在吃東西我就稍微隨便一點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非常開放 然後關懷的心來看這個影片 講一句非常老實話 我自己也很驚訝 我能夠在我的預算之下 找到像這樣子 我覺得很舒服的一個apartment 可能剛好因為這一間太新了 所以他們對於價格的彈性度就會比較高 因為這一棟裡面有太多人想要租出去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下一支影片就會是我的 apartment tour 其實我也差不多要剪好了 只是還需要很多的後製啊 editing什麼的 但anyway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like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希望在今年可以破一萬 這樣我可以往下黃工的 That's about it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我們在執法器官張圖下會使用或透明的資料 你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現在在幹嘛 做家具 I'm in the seat 嗯? 那我日哥的 in 好 you know